我女儿 我有个女儿 八岁 我觉得有三个关键词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平等 可是什么叫平等 我做对了一件事 就是在她特别小的时候 一点点小 我跟她说话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一定会注意一下 你跟孩子说话你会这样 爸爸吃饭饭啦 然后转过头来拿着电话 你的PPT怎么还没做好 然后在孩子的世界里面 这叫什么 分裂 你是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 你今天对我这样 明天对她那样 所以她会怀疑 她从小就知道 我要服从的是那个权威 然后会讨好你 所以其实这个对孩子特别不好 那我当时其实没有想过这件事 后来才读书才理解到 我是误打误撞地做对了 我永远跟她讲话 和与成年人讲话是一样的语调 我会明确地告诉她 好 我们现在洗手了 要开始吃饭 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上 我坐在这边 就是一直跟她是这种平等的沟通 我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幼稚的 不会成长的生命 低于我的宠物 这个从来没有 那么 很棒 对 这是无意识的 但后来我发现这件事非常重要 她现在就能够很完整地表达她自己 以及跟我交流她特别清楚的想法 就这件事是特别重要 第二件事我跟别人学到的 有一年在上海图书馆 我跟易中天先生一起做一个讲座 现场就有一个家长站起来 说易老师 我想问一下 怎么样能让我的女儿像你一样的爱读书 然后易老师说 如果你像我一样爱读书 你的女儿就会像你一样爱读书 我觉得真是讲得好 所以后来我就 当我自己有了孩子 我就意识到 什么叫以身作则 就是她看到你是一个 在书里得到快乐的人 她就会认为 打麻将这件事啊 好像没有读书有意思 你不能自己在这里说 哎呀 糊了 然后那边说 你怎么还不看书 我告诉你读书很重要啊 那这个真的是太糟糕了 所以不可能 她说对呀 凭什么呢 你那个那么好玩 你让我干这件事 所以真的是要以身作则 它是你的镜子 第三件事特别简单 就是人要分享一个 你想分享三个 哎呀 我最后一点嘛 让我说完嘛 会说 对 第三件事就是 你别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 你不过是生了她 你不一定比她厉害 我现在觉得跟她玩玩玩 是最开心的一件事 而且她带给我的更多 所谓育儿 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新的人 跟她好好相处 还要更进一步 你得期待她比你厉害 这才是正确的 算了 她厉害不厉害 我都没关系的 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金大夫 我不是这方面专家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 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最近充分感受到 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 良好的亲子关系更重要的 因为我老大 就是我那会也比较年轻 所以管了很多 现在长大以后 直接的反正就是 叫我躲着走 我们俩就是错峰回家 就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到老二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要多点时间去陪伴她 这中间的区别 是不是开始听梵登读书了 对 确实有这个 太刻意了吧 现在您知道 我回到家以后 就是 我知道 一定是我女儿给我开个门 然后我们俩 接下来动作就特别好玩了 就是我先扎着马步 她从远之后开始住跑 直接困在我身上 抱着又一圈 还幸福 那老大呢 这个时候老大在干什么 老大就自己在房间里边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 哪壶不开提 我们这个反正非凡经读里边 讲了那么多书 如果家里边有两个孩子的话 同时得关注那个 第一个出生的孩子 他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 他的心理状态 他的变化 他已经大了 他已经大了 几岁 老大几岁 老大都上高中了 所以他已经有自己的社交权了 然后 失敬 失敬 没有了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 就跟这个 当你关系好了以后啊 就是很多的时候 你不用说太多 他自然就去模仿你啊 或者愿意去听你的话啊 我就觉得特别好 这个 就是关于育儿这个话题 我能讲好几天 因为确实方方面面的知识 其实背后都有 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的知识 你非要我说最重要的一个呢 我就觉得是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个话呢 很讨厌啊 大家都很反感这句话 但是你要 你要重新思考这句话 什么叫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就不是学区房 也不是这个什么 辅导班啊什么的 你的孩子的起跑线 就是父母的认知 就是父母的认知水平 所以我们讲过一本书叫 《家庭的觉醒》 那个书特别重要 是一个很知名的 咱们的一个读者 他是个名人 然后推荐给我 推荐给我 我当时一看就觉得 这书确实震撼到 然后核心就是一句话 他说 如果一个家庭认为 我们的责任是 大人们一起努力改变孩子 这就是一个没有觉醒的家庭 而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说 孩子的到来 是为了我们的成长 这才是一个觉醒的家庭 哇 太棒了 真的 所以就是 太棒了 就是我们得不断地学习 我们得从孩子身上 看到那些 你看到孩子觉得不写作业 很生气 这个都叫做投射 都叫投射 就是你内心当中 对自己的不满 对自己的这种 过去的失败 这种憎恨 全部投射在孩子身上 所以就特别容易生气 以后养孙子 一定养得更好 真的 所以大家多 就是中国古代 大学中庸是 其实很好的东西 修身 自天自义之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向内用力 把自己理顺就好了